没关系,我吃不胖,你们放心吧 晚上下播之后我会去运动的 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 怎么控制自己的男人 我是可以控制自己的体重的 虽然我吃的多 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吗 2020年马上就要过去了 就是你们在这一年 有没有想给自己说一声抱歉 就是我今天 我今天就是迎着夕阳 开车去接我哥放学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夕阳好漂亮 然后红红的,是粉红色的 然后还带一点橘黄色 然后我当时看到那一片火烧云 就是看到那种风景的时候 我脑海里就突然蹦出来 就今年真的感觉变化好大 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 然后我当时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我这一年活的有没有很对得起自己 咱不说对得起任何人 就只说了自私一点 有没有就是活的就很对得起自己 我当时看到那个那片天 我问完自己这个问题之后 我沉思了两分钟 然后就好像大部分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年我活的其实还是挺对得起自己 我觉得我不用跟自己说抱歉 因为我觉得我这一年 就是自己的人生目标吧 算是实现 然后 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去做 咱不管这个事情是错与对的 或者是会有什么结果 但是我想要做这件事情 我就是去做 所以我觉得这一年 给自己的年底总结就是 我很棒 这一年我活的也挺对得起自己 然后我要跟自己说一声谢谢 而不是给自己说一声对不起 但是我觉得今年我要跟 我要跟我的爸妈说一声对不起 跟我家人说一声对不起 仅限于对不起 因为我也不知道可以对他们说什么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活的挺通透的一个人 我觉得我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想把他的伤害降到最低 但是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 今年遇到的难题 就是这一件很大的难题 也有很多人给我私信 也有很多人给我哥私信 也有很多人私信我哥 说我哥的不是 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 因为这种事情我自己都处理不好 就是大家还期盼着我哥去帮我处理几些问题 就是有点多余 因为我是一个在处理这种感情方面 我属于还是比较拿手的 至少要比我哥那种很刚的他那种脾气 要处理得好很多 我自己都处理不好 所以大家也不用去私信去埋怨我哥 因为他更不可能像我一样去耐心的去处理 但是我不后悔 我这个人就是如果我选择了这一条路 我一定会很认真很认真地去经营这一条路 而不是去后悔的去往后看 就算我现在选择这一条路 就是遇到坎坷了 或者是这条路会让我后悔 但是我可能也会重新站起来 再去重新的去经营好我现在的选择 因为我就是这么一个 就是内心很强大很尖密的人 我觉得 就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要一定要好好地爱自己 我不是金牛座我是狮子座 谢谢李黎 刚刚忘记谢谢李黎了 谢谢亭云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就是每年 就给自己做一做年级总结 你一定要问一问这一年 你有没有好好地爱自己 虽然我这么说 稍微的是有一点自私的 但是其实 就是一定要学会多疼爱自己一点 谢谢同仁 谢谢KK 就是你这个人 就当别人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你所曝露出来的 就给别人迎面而来的 如果是幸福感 还是悲伤的 还是忧郁的 其实别人都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我觉得我给我觉得别人看到我都感觉就是很开心很放松 我觉得真的就只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的幸福感太强了 而且这些幸福感都是我自己给自己的 安全感也是 我从来不会把幸福感和爱好感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 但这不代表我不会爱别人 也不代表我不会就 就不是因为我特别的会关心自己 也特别的会疼爱自己 所以我才更会去爱身边的人 因为我会把照顾自己的这些方式用到去照顾我认为应该值得我去照顾的人身上 所以 真的就是这样的 谢谢你 任先生 那个人说 他的直觉说我的幸福感有待加强 真的有待加强 我希望我自己的幸福感可以更多 人真的都很贪心 就算你特别有幸福感特别特别多的时候 但是你还是希望你的幸福感不要消失 还是希望你的幸福感更多 我哥一不来我就好无聊呀 我都想他了 但是我又不想去把他叫醒 他在学校真的好累 这是我今天家回来的时候我就看他靠在窗户边 然后韦尼普真的在那里闭着眼睛 我就问他 我说哥你是不是今天挺累的 他说特别累 因为我们要什么弄什么题 又是写什么东西 我是听不懂 但是我就知道他应该挺累的 也可能是因为今天早上起太早了 因为他要上学 我们必须要早起去弄这些东西 要弄完之后他才放心的去上学 因为他不放心把这些事情交给我和妈妈 他老老觉得我们俩太笨了 就是做不了这种很细致的活 我们俩就是只适合做一些力气活 包包包裹 馋馋交代 刚刚我看到有人说我哥细心 是他很细心 但我觉得这个时候不能夸他 不能夸他 他这不叫细心 他这叫操心的命 这有些人就是 真的就是操心的命 你像如果我 如果他今天在上学 如果我没有在家 如果我在家 他一天可能会看好多次摄像头 然后通过摄像头来跟我通话 如果我不在家 我在外面 他只要不忙 他就会给我打一个电话 问我在干嘛 他就是这种操心命 你注意安全 你这个那个的 你别吃那个 你没有偷吃冰淇淋吗 你没去买那个什么辣 他就是那种操心命 走之前给你嘱咐一遍 就是走之后还得再给你打电话 反复的确认 妈也是 我们的妈妈每次就是回老家的时候 回老家他一天 他能可以打五六个电话 你在干嘛呢 吃饭了没有 有没有不开心 你在干嘛呢 就这种 我瘦了 我都瘦了两斤了 我每天都会游泳 然后我每天还是坚持健身 每天会健身一个半小时 然后会游泳四十分钟左右 所以我的运动量是很大的 我给你们脱一下衣服 然后我穿着 我穿着背心直播吧 让你们看下我的肌肉 我学一下药水歌 色鬼 那些是不是可以的 太色 好 有可能 有可能 这么多的 大家都会受到 这边 都会学习 那么 我们穿着 每天 我都是 想留完 想起来 很多 帅 店 我 帅